不让孩子看爷爷,是独蘑菇而非白莲花,董洁背叛月明妹妹狂马,如意传正在热播,董洁饰演的皇后,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评,但就在这个时候,网上突然有二人指名道姓,大骂董洁不是白莲花,而是独蘑菇,而这位口出狂解大骂董洁的女子,就是潘月明工作室的女子。 负责人,著名制骗人制骗过太久,监柄霞,这个陈芷熙和潘月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? 开采访的时候,介绍说她是潘月明工作室的负责人,而且在与网友互动时,陈芷熙称呼潘月明是我哥,我哥,从这个角度看,将陈芷熙理解为潘月明的妹妹也不为过吧,陈芷熙此前就曾爆料郭董洁的种种不适。 不过,这一次,貌似言辞更加激烈更加尖刻更加难清,陈芷熙在微博中这样写道,本来想放过你了,但自从叔叔潘月明的爸爸长秀,跟你董洁联系想绕孩子来看看爷爷,结果你说你没这个义务开始,我就坚决跟你死磕到底,看上去像白莲花的,也许她只是泡尿浇出来的毒蘑菇。 在回复网友的留言时,陈芷熙还指名道姓说,骂的是董洁,这么明显还看不出来吗? 不仅如此,陈芷熙还在微博上直白白的表达,演喜攻略中的复查皇后,就是喜欢复查皇后,其他的人就被演了,演啥也洗不白,越做越死。 不仅如此,这可是直截了当,大三不对的是董洁啊,因为在如意圈中,董洁是,演的也是复查皇后。 不过,两句的复查皇后人设千差万别,所以也没法做出客观的比较。 不过说实话,为了潘月明这个好哥哥,陈芷熙这个好妹妹也真的是拼了,生生的与董洁的粉丝,网友虎喷,虎喷截图看一下,领教一下潘月明妹妹的厉害程度。 刚刚因为如意转事业有所逃转的董洁,结果又被外人疯狂惧死一番,难得真的是所说的报应吗? 曾几何时,董洁和潘月明可是娱乐圈的金童玉女,但最终还是离婚了,孩子跟了董洁。 其实,夫妻离婚是家事,情关都难断家务事,观众更难知道,里面的九九格格了。 当然,董洁和潘月明刚离婚那一会,好像也互赐了一阵,还发了律师声明什么的,最终也没兼打官司。 而董洁呢,一直被骂,尤其是网上上传他的有关绯闻,更是让董洁被骂坦了,因为离婚,董洁和潘月明的事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 潘月明去年的时候,靠着一部网剧终于又混了起来,而董洁也终于等爆了如意爪的开播,尽管如意赚开局不利,但现在口碑人气都在上升,董洁也算是事业回乱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